今天我見到你有個街站在這裏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街站的目的是什麽 我這裏的街站 我今天出來買街站 是兩個街站 我們是有年同時 我們都是支持兩元 分開兩元的街站 我這裏其中一個街站是在美國 做一個街站站 我們在這裏的內容是什麽呢 就是這個速錄 沒有碰碰出監的司法部份 是從六月開始提出這個問題 到現在都沒有解決 但這些問題 如果按照法治的社會 沒有錯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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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在問題存在 但是沒有辦法 我很頑固 我很固執 我為公義 我死前難打 為公義為法治 我願意付出 我看見不公義的事 發自受到傷害 削弱的事 我作為一個事 我有權出來發聲 為什麽這個政府 沒有錯過來了 那削弱 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不要說我們自由民主 是削弱了 削弱了 就算公義和法治 都嚴重地傷害 所以我作為一個市民 我有權出來發聲 維護公義和法治 是我的市民的責任 不是你的高官 那些容官 所以我作為一個市民 所以我作為一個市民 我有道理去發聲 不公義的話 作為每個市民 都有這樣的責任和義務 為什麽 那些容官 將我們的市民 去聲音 當作聽話 甚至打壓 更加利用他手上的權力 去打壓 鎮壓 所以在去年 到今年 九個月 我看到的問題很多 當中 是速落現在六天 沒有想法 的時候 現在看法院問題 但為什麽 在去年 幾個月當中 不斷發生問題 作為特首 沒有做好他的職責 甚至 甚至 還容許 手下 的警隊 知法 犯牌 公義 不能夠伸張 法治 不能夠維護 所以 不是現在 今天 說的 我曾經 在絕食期間 七月 為什麽提出 這些問題 為什麽政府官員 能夠用軍 不能夠重視 林青烈王 作為特首 一錯在錯 警隊 無偉衝 知法犯法 執法不言 忠用下毒 你要市民 怎麽服從這個政府 當然 我講得出這些 不是今時今日講的 而是 我講得出 我要付法律責任 我要受到法庭 甚至錯路 我都願意承擔 但我不能夠 屈住自己的心 趁由這個容官 制圍我的年輕人 制圍我的市民 我遇到會犧牲 沒有問題 為公義 當然 你今時是有 這麽的權力 起手 去利用你的權力 欺負市民 欺負我們年輕人 下一代 當然 將來會報應的 我相信這個道理 但不要緊 現在這樣 都未能夠回復正常 這個環境下 我們還要忍諾 不能夠 給他們這樣的手段 去影響我們的 正常 這個生活 所以我們很清晰 雖然我年輕大 但我相信 要報 知眾有的人 是有要報 要報應 好人有好報 惡人一定要懲署 這是一個規律來的 你不要以為現在 有這個黑境 當然是大部份警民是好的 但一些黑境 去做的事情 傷害了市民 傷害了我們下一代 第二天有報應 我們現在 目前都要忍耐 為什麼現在我擺個街站 就是要伸張正義 公義 維護法治 永不放棄 也都得到大多數的市民 和我身邊的人 是支持我 我繼續買 現在 為什麼我今天買 是因為我曾經去法務處 現在這次是第二次申請 第一次已經是經歷了 但現在新的證據 有資料 我們再去申請 這個公義問題 公眾的利益問題 問個人的問題 為什麼政府是諸多阻攔 有些部份 但我沒有放棄 當然 我們通過法務 是通過這個政府 有規矩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去申請法務 如果不是我 我私人哪有得起這個訴訟 但是你借著名譽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但是切關卡 從容關卡 這些真正的問題 不能得到新張證明 就算了問題 所以不要緊 所以我這次 都是擺家站 等市民有個聲音 支持我這個行動 促使法務處 盡早 這個處理 我申請法務這個程序 上到公園 再由法庭 去裁定 這個沒有號碼速龍 沒有號碼出家 這個 嚴重問題 由法院裁定 如果是真正的話 這個都不能夠是 得到應有公義的條件的話 香港法治切仔玩完 所以我們做得幾多幾多 我年紀也都不小了 但是為這個公義發展 盡量做得幾多幾多 為我們下一步 多走一步 現在這個政權 香港 那個容關 我最心痛 吹了我們兩三代人 我很傷心 所以這些事情 我不能夠奏房 獲官了 不緊要 我撐得住 我亦都不是今天出來 我受到幾多藥代 但未到時候又清算了 我就不可以 不是我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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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這個石 這個香港 是不得到新疆正義 公義不得到新疆 我心痛 於容君 當道我 只能受難 所以最不會我怎樣都好 我有一口氣 我還要繼續堅持下去 所以大家能夠 最終 香港人 能夠有健康 安穩的生活 我現在心足 年輕人能夠健康成長 我現在心足滿足 希望我們 大家好好 繼續堅持 為這個社會 為我留意 大家一起利用 多謝你們